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真正见过世面的女人,往往会明白这五个拒绝,真的命好,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见过世面呢? 董宇辉曾说,所谓见过世面,不是去过什么高档场所,穿过什么大排衣服,或者去过某个地方旅游,而是当人性在你面前徐徐展开,当各种匪夷所思的行为在你面前暴露,你却如此宁静与坦然,见过世面的女性,往往比较清净睿智,她们善于拒绝,不会随波逐流。 以下提到的三件事,看看你做到没有,拒绝卑微,不做他人脚下沉,才女张爱玲,曾在给湖南城的照片背面,留下了这样的话,见了她,她变得很低很低,低到尘埃里,但她心里是欢喜的,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 一句话,写尽人在感情中甜蜜又拉扯,无奈且凄凉的旷位,曾经,我们听过很多故事,那些为情所困的女子, 即使才华卓越,风情动人,可如若太过深陷感情,也容易红颜薄命,放在现代的语境里。 女性可以不依赖他人活着,更无需成为别人的附庸,她们知道。 女性应当活出自己的价值,具备独立的人格和思想,而不是以为卑微,比起成为扁平的励志人物, 她们更懂得人性的虚境通幽,你怎么看待自己,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别人如何对待你, 看低自己的价值,就是给了别人欺负自己的机会。 提起张又怡,很多人的印象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前妻, 1922年,德国柏林,年仅22岁的张又怡,在几乎没人陪伴的情况下, 生下了和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。当时,她刚刚生产完,徐志摩就带着离婚文件出现, 让她在文件上签字。虚辱,无奈,虚弱,张又怡却还是成全了她。 自此,她成为中国第一桩现代离婚案的女性。 离婚前,她适时听从父母的安排,结婚后,她顺从付家,信赖丈夫, 却并未过上人人羡慕的幸福生活。 离婚后,她却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大女主剧本,休息课业,创办企业。 她从就是大家闺秀,成长为一个新的独立女性。 在这个过程中,她并没有自暴自弃,而是选择了重新站起来。 正如波夫娃所说,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,与其说是天生的,不如说是形成的。 真正见过世面的女人,会拒绝卑微,勇敢地做自己, 不被他人的眼光和评价所左右,拒绝颓废,生命之数长青。 一个人是怎么废掉的的话题下,有很多精彩的回答。 其中有一条回答很短,却触目惊心。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失去热情,彻底变得麻木,想改变,却提不起兴趣。 人生就这么蹉跎着过了,采访身边的朋友,几乎所有人都处在一个瓶颈期,要么是几站考工一直不上岸的,要么是因为工作原因天天加班的,还有正在读书,但是特别焦虑的。 有一天,大家约出来见了一面,好像再也没有读书时候那种欢快,肆意的气氛了。 忽然,一位朋友问了一句,你说我们为什么焦虑呢? 素日化最少的一位朋友说,那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,本质上还是充满希望。 是啊,焦虑的本质是渴望改变和进步,颓废的表征却是懒得动。 福尔泰曾说,颓废的成因有以下几点,做过于轻松的事情,过于懒惰而无法做好事情,欣赏太多艺术,喜好怪单异常的东西,生活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,有时候如何看待生活中的这些小风小浪? 是区别一个人,踏实还是浮躁的关键。 对于女性来说,焦虑可以,但是不能颓废,否则就会失去生命的先机,让自己的人生失去光泽。 美国现代女作家海伦·凯勒,曾用自己的精力点亮了无数人的人生。 她自小阴病失去视力和听力后,却并未陷入颓废和绝望,在导师安妮·沙利文的帮助下,海伦·凯勒学会了读书和写作, 并开始和其他人沟通,后来,她考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,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梦想,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,不仅记录着她如何摆脱灰暗,重获光明的历程, 更激励着无数人即使站在阴沟里,也不懈地仰望星空,你才曾说,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。 或许,只有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,才能一封翻盘,让自己的生命之数轻脆于低,拒绝将就,邂逅更好的自己。 2015年,电视剧《何以生肖默》大火,剧中那句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,其他人就会变成将就。 《我不愿将就》的宣言,更是刷屏各大社交媒体,放在两性关系中,不愿将就是对爱情独一无二性的最好说明。 放在生活中,拒绝将就则是高自尊和高配的感的表现。 当然,《不将就》不等于清高和不切实际,如果一位女性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《不将就》就成立一种大智慧。 女性陈法拉,曾被评为千年后,TVB五大花旦之一,在正式进入演艺圈之前,她是当之无愧的大学霸。 二十三岁还拿向了国际华裔小姐的亚军,可是,因为她粤语说的不标准,演技青涩,入圈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大红大紫,总是演一些边缘的小角色,可她从不认输,我见到有机会就会一头栽下去。 终于,主角的邀约纷尺踏来,她也在夜内展露头角,在她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,豪门欺负的标签忽然落在了她身上, 即使她从未拿嫁入豪门炒作,也总是一门心思扑在事业上,她的口碑还是受到了影响,陈法拉很清醒,她没有选择再去纠缠那些已成定局的人和事,更不会退而求其次,就此放弃自己的事业。 三十二岁时,她毅然地走入校园,继续深造戏剧表演,成为一名硕士,在归来,她事业爱情双丰收,还在好莱坞亮相,真正站在了顶峰。 有本昌曾说,人生的乐趣,就在这一山又一山之间,是你努力攀登的过程,是你一路上遇到的各种不同的风景。 这也是你越来越好的自己。 不将就,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,而是在不断攀岩的途中,邂逅更好的自己,拒绝依赖男人,做独立自强的自己。 听过这样一句话,女人到最后都是嫁给自己,幸福与否全取决于你。 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军,结婚后,每天的生活就是化化妆,做做美甲,喝喝茶,聊斗一下老公。 她不知道她以为的高管丈夫在工作上的力不从心,也不知道她心里真正想要什么,每天都好像浮在云端的她。 她终于有一天,被丈夫出轨这件事,狠狠打回了原形,在现实的重击下。 她终于学会了把野心锁尽为端,把欲望抓在手里,从超市服务员做起,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努力下。 最终,不动声色地实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,亲密关系里有一条根本法则,那就是平等互利。 如果夫妻双方无法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实现相互的给予,那么长期扮演付出角色的一方,终将感到疲惫与不平衡,迟早会结束这种单向付出的关系。 一书在书里也写道,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,靠山山倒,靠人人跑。 学会靠自己,才能将幸福的堕盘牢牢抓在手中,拒绝暴躁不安,做情绪稳定的自己。 前段时间,微博上有一个热搜,有个情绪稳定的妻子,简直是生命之光,所展示的片段里。 孩子作业没做好,妻子没有大吼大叫,而是耐心陪伴,厨房的柜子被丈夫不小心碰倒,她没有埋怨责怪,而是选择和对方一起服好。 公公对她挑三拣四,她没有直接和对方争吵,而是请丈夫当何时老,从中卧旋,情绪稳定的女人。 即使生活再怎么折腾,她们也能不急不虚。 慢慢调整好自己的心态,然后用恰当的方式去应对种种困难,哪怕日子有些乱糟糟, 她们也总能用良好的心态,把平凡生活里的褶褶皱皱一一抚平,曾在网上看到一起虐童事件。 而虐童的人,正是孩子的母亲,看见孩子吐了一口香肠,生活本有些拮据的她,便当街用脚狠狠踩在了只有两岁的女儿身上。 孩子无助地趴在地上,痛哭不止,经过着无不揪心恼怒,这位妈妈,把自己的无能和对生活的愤怒,全部发泄在了弱小无辜的亲生女儿身上。 别让情绪害了你,中说,愤怒就是一枚情绪炸弹,它陡然爆发出来,就会伤害他人和自己。 由于愤怒总是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爆发,很容易击溃我们的心理防线,从而让自己仁义妄卫。 这样,我们就会做出许多后悔的事。 一念成魔 一念成佛,聪明的女人都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,即使生活再多磨难,也要将生活里的繁琐无杂一一捡起,然后砸成一束漂亮的鸡毛胆子。 而愚蠢的女人,即使拿到了一手好牌,也会因为肆意放纵自己的情绪,结果生生将其打成烂牌,一处博物馆里收藏着这样一幅画, 一夜小舟泛于江面,一个老翁垂掉江边,画面非常简单,但欣赏的游客却络绎不绝,真正见过世面的女人,看过生活的风起云涌,走过生命的风霜雨雪后,都懂得了拒绝,拒绝俗世繁华。 拒绝出卖本心,他们不为名利所累,不为情绪所困,似一株淡然傲视的局,只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,暗自新乡,他们独立自强,温柔坚定,用自己的方式,诠释着生活的美好与真谛。 见过世面的女人,不执着,不卑微,不浮躁,不颓废,不清高,不将就,她们温柔坚定,笑声坦荡,将平凡的日子,真正过成了诗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